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一碗饭里头竟然能够同时吃到至少五种的异国风味 这是在台北市内湖的一家小店 内行人来到这里一定不会错过他们的汉堡肉丼 因为一碗饭除了有美式汉堡肉 有台式炸鸡翅 韩国的招牌料理 甚至泡菜之外还有日式的牛棒丝 满满的一碗饭竟然品尝得到联合国料理 吃过的顾客都举取大拇指说 相当划算 红黄绿黑通通有 五颜六色的就像是个珠宝盒 这一碗缤纷的汉堡肉丼 有着非常创意的组合 悄悄美式汉堡肉居然和台式炸鸡翅 韩国泡菜以及日式牛棒丝 还有还有毛豆和黑豆擦出爱的火花 四国联合组成的一碗澎湃好料 居然只要79元 吃过的人都大乎划算 一天能热销80万 感觉上每一道菜味道都是各有各的好 然后吃起来很合 就是说它有那个牛棒丝嘛 然后毛豆跟黑豆 好像听起来是那种凉拌菜 但是配上那个热饭很好吃 然后又有鸡肉 然后还有那个泡菜 然后毛豆 就是各式各样的料理都有 感觉像联合骨 集合台美日韩的联合好滋味 是来自一家专卖日式关东煮的小店 热爱日本美食的叶老板 他每一季都会到日本取经 然后再自行改良 变化出独特美味 而这碗丼饭的灵魂正是正一球 汉堡肉 像我们是用全猪肉 那当然我们用全猪肉的话 那只是说我们比较标榜就是 我们的瘦肉是用90% 对 那肥肉是很少 为了减少油腻口感 老板大幅降低肥肉比例 吃起来更清爽无负担 再来就得花功夫下去揉捏和搅拌 拍打是有必要的 因为拍打就是让它再更紧实 不然你买来的角肉 虽然搅得很细 可是它没有办法说 嗯 它还是 它没有经过拍打去撞起 它没有办法让它更细 更融合 抓起肉团 用力甩上锅底 一次又一次反复动作 不但能让角肉更细碎 还能使肉质更有弹性 就是拍打完成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肉会慢慢 会比较有光泽 带有光泽度 然后它的肉跟 就肉脚肉跟脚肉之间 它的紧密度会有 就是很紧直 接着老板拿出秘密武器 是亲子从日本带回来的 汉堡粉 价格比一般地瓜粉 开白粉还要高出四倍 可说是不惜成本 它里面有一些很多 像一些蔬菜类的部分 然后加面包粉 那你跟我们的汉堡肉 搅在一起的时候 它吃起来口感 基本上它不会让人家 觉得那么地腻 然后口感上也扎实度各方面 也不会说像整个单纯角肉来讲的话 就是说扎实度都是一样 那只是说它整个吃起来口感 可能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地腻 成分有一些面包粉的关系 那可能它的在保住肉的一个 汁液的部分 它的效果会比较好 将肉团均匀裹上一层 金黄色外皮的面包粉 再加入洋葱提升甜味 也增加爽脆口感 然后再进行第二次拍打 顺便塑形就能下锅了 像不像是炸肉圆呢 老板说先用低温油泡的方式 让汉堡肉中心熟透 短短三分钟立刻起锅 看起来好像有点油腻 别急别急 去有的关键在这里 要二次油炸逼出多余油脂 第二次油炸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是用176个油温 也是先把外围锁住 然后等于是让油浸 可能不要进入到汉堡本身里面 搭配上老板独家秘方 腌制的炸鸡翅 油亮外皮散发着清新柠檬虾 叫人垂涎三尺 有酸有咸 还有泡菜的辣 黑豆的甜 一碗汉堡冻一次大满足 它比较松软 不会说吃起来那么干 然后里面还有含那个水分 这感觉是很不错的 就每次来都点 而店里第二行的人气美食 就是这一碗青子冻 奶黄色的滑嫩蛋汁 覆盖的不是肉片 而是一大块一大块的鸡肉丁 外面的它是用 好像不是用炸的 它这个是用炸的 而且很好吃 就它肉非常的嫩 然后就是不会油腻 然后吃起来也很干净的感觉 真的是它那个饭配上它的那个蛋汁 都真的很配味 易感传统做法 用炸鸡肉丁当作主角 原本滑溜伸口的青子冻 变得更有咬劲 而爱吃汤面的人 就点正一碗青汤乌龙面 以柴鱼取代豚骨 高汤变得清澈爽口 加上鲜甜的鱼板 章鱼丸等六种开意料 吃得满足又没有负担 我们汤盒就是以柴鱼为主 以柴鱼为基底的部分 然后面条的部分 我们就选用就占其融面条 那它口感比较来得Q爛 它的面是跟别家面不一样 它是应该是比较日本式的那个拉面 所以我蛮喜欢吃的 很Q啊 然后它很清爽 然后没有放味精对自然甜 所以说我每次来我都点 在日式装潢的店里用餐 还有不少日本公仔招柴猫点缀 这些都是叶老板多次到日本旅行 收集来的小玩意儿 同时他也把日本美味带回台湾 让店里从头到尾飘出异国风味 看你是喜欢清甜的柴鱼拉面 还是酥香不油的青子丼 或者四国美食联手的汉堡肉丼 不管怎么选 绝对能满足你的味蕾